有语的双十一 你知道什么是双十一吗 知道啊就是一个购物节嘛 双十一公棍节嘛 就是什么就抢购然后打折是吧 就打折打得很厉害 你会在义双十一吗 基本上都不太会参与 我从来没有购购物双十一 对没参与 但我之前我听说不是双十一的时候 就是上家来把这场的价格拉高 然后再打什么 其实好像是差不多的 说真的吗 真的不会 对我来说无感 但我想买的时候 双十一正好需要买我就会买了 就不会说因为它是双十一 去买这个东西 我也想参与 但是因为越到这个时候 越不知道自己想买些什么 所以说这个都是随缘的 会参与一点点吗 还是会趁这个有打折的情况下 买一些东西 双十一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参与的 会是会 但也不会买很多东西 其实之前都是会的 而且之前双十一 我们都是在福州比赛 然后就是其实适应场地的那几天 然后我就熬到十二点 然后就开始拍 但现在双十一从十月二十五号好像 还是二十七号就开始了 对 就是会更加就是疯狂一点 一直在购物 会 这样就必须会 基本上会买一些吧 因为它好多基本上还是有一些优惠吧 然后基本上肯定一些日用品 双十一会买什么 想到什么买什么 然后平时想想双十一买的时候 结果都没有双十一去了 会买一些衣服 然后买一些什么吃的 然后锅啊这些东西 每年的需求是什么 今年呢可能就是 因为我今年是一个人住在北京 是一个人住一个小房间 所以可能会买一些改造房间的东西 会让另一个房间就是 就是更方便一点 更温馨一点 我的话就是想买一个香薰吧 然后其他的也没什么 还有就是买点零食什么的 你买一些日用品吧 其实之前在北京的时候 就长期在北京的时候 买日用品是最多的 就是纸巾啊洗液啊 那些都是一箱一箱的吞 但现在其实在北京 就是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很少 所以就不敢买太多 而且买太多 我妈妈就说你再买 我帮你扔掉 会买一些 之前会买一些日用品吧 需要的东西就买 就我不会浪费吧 一般 一般会买点就是日用品啊 然后看看 或者是有没有想买的衣服之类的吧 反正现在是还没有 就是有具体想买什么 但是肯定是 什么一些生活用品啊 包括一些数码产品啊 可能我会多关注一点吧 我像我这种 就比较喜欢买衣服 鞋子裤子之类的 因为我很喜欢买这种东西 你了解说十一的玩法吗 我不知道 不太了解 是不是很值 我那些好像都没有参与 但是我今年我是知道 有一个喂猫的一个活动 然后那天也是在房间 点了好久 这种一般古味 就只会在那一天买到 就这种盖楼的喂猫这个 但是我还真喂 但是我还真喂 但是不会每天去 去做这个事情 说的话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都不知道有这些猫猫 那个我不知道 我只看薇娅和李佳琪的直播 薇娅姐实在太厉害了 来三二一上练机 好话听着就指几个字 听都没听过 这是在哪里玩 谁能教我一下 一点都不知道 什么喂猫盖楼 这是一点都不知道 我知道那个盖楼 但是去年是盖楼 今年是那个养猫 喂猫 因为我也养了两三天了 现在已经凑了一块多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我真不知道 好尴尬 不知道 盖楼 你会看带货直播吗 我很少看这些直播买的东西 一般如果说是看直播的话 可能有些直播可能会比那些多一些 自己关注的播 就在带货的时候会看一下 会有会有看吗 就是一些卖衣服的呀什么的 听过 我其实自己也还蛮少的去尝试一下这个了 我之前我知道那些直播的人 但是我没有看过 今年的购物车里有什么 就是一些生活上的用品啊 或者一些训练要用的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没有我今年其实没有买 我就买了 之前是11月1号到3号 它有什么满300减40 然后又什么五折 然后我就买了一点那种身体乳 买了食品 因为我具杆 然后就是身体乳用了很多 还没来去看 那可能有可能不会买 因为我在北京的衣服 新衣服还太多了 再买就睡不下了 就是想买个音响买个耳机 然后生活用品买点纸买点洗液 然后没什么 买点吃的 我最喜欢吃的嘛 看看什么糖啊 我最喜欢吃的 所以我就肯定吃了肯定是 还是要买要关注一下 买一些那些卫生纸啊 洗液啊这些东西 或者买一些零食吧这样 基本上装的都是什么洗面奶啊 然后什么补品会多一些 然后要不然就是一些 用的平时用的一些 就是什么 就反正生活上的东西会多一些 这一次装饰液我还啥都没买 下来也没加入候车 下来也没看 下来也没看 对 我要准备换上手机 因为我的手机有一点反应有点迟钝 那双十一对你来说 普通 没有特别的怎么样 下来你 trial